是 既然这样 我就把话给你说明了吧 孙子不光用弹弓打了警察 有人举报 他犯了更大的事 我今天来就是抓他的 谢警长 孙子他还是个孩子呀 他能犯啥事啊 我是警察 我说他犯事他就犯事 孙子 快跑 快 快抓住他 警长 警长 他还小 你放着他走 警长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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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站住 站住 警长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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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抓住他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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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这不是明摆着抢人吗 不行 咱们得告他去 对 对 咱到官府告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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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他去 告他去 没有他这样抓人哪 谢子渊是官府的人 咱告得了吗 咋就告不了啊 还不讲王法了呀 对啊 对啊 能拼开无故的就把人抓走了 凭什么呀 大家都别吵了 别吵了 还是让梅小姐来拿个主意吧 对啊 梅小姐来拿个主意吧 大家 真想告 当然了 当然了 必须得告 必须得告 咱们几位都是老虎大众 现在官府欺负咱们老虎大众 咱们不能不管哪 梅 这句话可是你讲的呀 是啊 是啊 不想管 咱们就是人啊 咱们就是人啊 好 大家说的都对 官府欺负老虎大众 咱不能看着不管 今天咱们华编社的姐妹们 就一起到警察局 要不回栓子 咱就不回来了 对 咱一起去 叫她们放人 是啊 是啊 我们就应该去放人 咱们必须得 把栓子救出来 梅 得罪官府的人 是要吃官司的 芳 你放心 只要咱华编社的姐妹 团结在一起 那警察局 不敢拿咱们咋样 对 只要咱们团结 咱们什么都不怕 对 咱们就让她们放人 咱们一起去 不放栓子 咱们就不走 梅 秀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大家 谢谢 站住 站住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是来找你们局长的 你又不是俺局长的人 找俺局长干啥 你咋说话的 咱们找局长说理的 俺们局长不跟你们老娘们一样 走走赶紧走 你娘不是老娘们 你姐不是老娘们 你跟你娘那么说话吗 就是 怎么说话的 干什么干什么 怎么老实的 别删罚 好 又不是俺惹你们呢 谁惹你们找谁去 我们就找局长 让我们进去 不行不行 不行 让我们进去 不行 进去 站这儿 站这儿 别抢了 站好啊 老师 老师 对对对对对 说理了 你还能这么强 老师 郑三 站住 站住 我们开枪了 局长 出去看看 门口怎么回事 把门口的人都给我轰走 是 快点 快点 你接住 我们接住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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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局 是你们这些老娘们 闹事的地方吗 赶紧回家抱孩子做饭去 谁老娘们 你怎么说话呢 谁说话呢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怎么说话呢 你别说话呢 瞎瞎瞎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样闹 对你们没好处 啥叫没有好处 受了欺负不说 就叫有好处啊 我告诉你 今天不放栓子 他们就给我走了 对 赶紧把人放了 不就放了 他们就不说 人在这儿 当你们给人说的 你表面理好不好 这警察局就是衙门 衙门门门口 不许胡闹 啥叫衙门 包宫也是衙门 衙门就是说你的地方 对不对 说对不对 他就是说你的地方 别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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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 大家都静静 我认识你 郑警官 我也认识你 你姐夫呢 是这里的警长 栓子他就是个 七八岁的小孩子 他犯什么法了 你们要把他抓起来 对啊 俺弟弟这么小 能犯什么法 像谢紫渊这么 无缘无故地抓人 这就是触犯国法 你告诉你们局长 如果今天不让我们 进去说理 我们就告到烟台 烟台不行就济南 我就不信了 这么大个中国 还没有我们说理的地方 就是 不说理 咱们就告你们去 告到济南去 你这官山就别想干了 对 对 你就别想干了 你这官山就别想干了 别吵了 别吵了 各位大姐 大嫂 不是说我不让你们进去 没有局长的命令 我正三做不了那个主啊 好 我们就在这儿等你五分钟 你告诉局长 我们告谢紫渊 滥用职权非法抓人 对 对 非法抓人 滥用职权非法抓人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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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 我这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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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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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案子不办 竟给我填乱 局长 不仅如此啊 那些女人还说 谢紫渊收受贿赂 和楚玉琪串通一气 干了很多坏事 贿赂的事不能乱说 这是要有证据的 是 局长 那 那些女人怎么办 您不出去见她们 她们就不走啊 还说啊 要去烟台告你 她敢 老子现在就把她们抓起来 局长 那些女人不好惹 她们都是花边设的 那带头那女的 那还是谢紫渊的小姨子 而且啊 背后有远东山行给撑销 我觉得啊 局长 这一趟浑水 您还是别躺得好 依你的意思 应该怎么办 答应她们的要求 把那栓子放了 并且答应她们 严肃处理谢紫渊 至于怎么处理嘛 局长 那还不是您说了算 郑三 你以后别跟着谢紫渊干了 局长 我说错了 你是一个非常有主意的人 我提拔你为巡掌 留在我身边 给我出谋划策怎么样 谢谢局长 怎么了 这个梅越来越不像话了 梅又怎么了 因为一个别的女人 她到警察局把我给告了 局长要处理我呢 别的女人 谁呀 你可别想歪了啊 就是个花瓣社的女人 没说我抓了她弟弟 就把我给告了 你说这个花瓣女的弟弟 就是个七八岁的孩子 我抓她干什么 你可别想歪了啊 就是个花瓣社的女人 她就是自己跑丢了 没呀 也跟着他们瞎胡闹 要不然过两天 我回去的时候跟她说说 有啥好说的 有什么可解释的 她就是看我们不顺眼 还有你爹 早晚有一天 我疯了在她的花瓣社 怎么样刘尚 我都没有想到 我们花瓣社的女人那么厉害 能让警察局对我们低头服软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只要我们把老虎大众团结起来 不但能叫贪官污吏 土豪猎身低头认罪 也一定能把日本鬼子 赶出中国 柳上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革命非常有意义 革命不但能改变一个旧世界 也会让革命者的生命 每一分钟都活得有意义 柳上 谢谢你 是你让我知道了革命 不是我 是你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革命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是不是要团结更多的姐妹 都参加革命 开展抗日救亡 从目前的形式看 革命的道理 只能在少数积极分子当中传播 但是抗日救亡的道理 必须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我明白了 中华民族 现在正面临着生死存亡 我们要用每一个机会 抗日和爱国 在柳盛的安排下 每给花边社的姐妹 开始讲抗日的道理 讲民族的复兴 将每一个中国人 都有责任 为拯救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好 回去跟俺爹说 俺没有抗日 俺爹不明白 抗日是咋回事 俺就跟他解释了半天 说抗日啊 就是打倭寇 俺爷爷就参加过 就在卫海卫 俺爷爷也去过卫海卫 见过倭寇 可凶了 姐妹们 姐妹们 今天参加抗日了 秀嫂 你咋就抗日了呢 你这么大眼睛看不见啊 这俩字 你秀这两个字就是抗日了 这俩字费了俺大半宿功夫呢 不过这大半宿没白费 俺今天上街 所有的人都看着俺胸前 这两个字 抗日 俺这个就叫 小花叫啥来着 宣传抗日 对 宣传抗日 对对对 我有个主意 咱们都可以参加抗日 啥主意啊 我们也像秀嫂学 在修前秀上抗日俩字 对啊大家都秀嫂 咱们这边秀大街上去都走一趟 咱们这边秀大街上去都走一趟 对啊 咱们这边秀大街上去 啥事啊这么高兴 没 你看秀嫂都抗日了 我们也想学她一样一起抗日 秀嫂这个主意好 我们也抗日 我们让全幕屏的人都知道抗日 对 我们要去抗日 我们要去抗日 我们都要一起去抗日 让全幕屏的人都知道 对 咱全秀上一块上街去 你看 大家都在看着 你看 你这个主意还行吧 不实在 你这个主意还行吧 行 谁让你是我们的秀嫂呢 那是 你这个主意还行吧 你看 婷来了 那我们去跟她打个招呼吧 好啊 走 婷 婷 婷 上街买东西呢 大嫂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当然是和你说话了 这是咱们画面社的梅 婷 你好 我是梅 你好 你们咋认识我的 你每天穿这么漂亮的绣花衣裳上街 咱们谁不认识你啊 咱们还知道 你是初嫁的新媳妇呢 大嫂 我的衣服哪有你们的好看呢 你看 街上的人 都在看你们 你要喜欢你也绣上 咱们画面社的女人都抗日 你们画面社真好 你要是喜欢 也来我们画面社呀 我可以吗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我们梅小姐说了 你也属于劳苦大众 咱们画面社全是劳苦大众 谢谢你梅 我都听秀嫂说了 你女工做得特别好 而且花边也织得好 对 我们画面社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真的很想去 一会儿你抓紧去啊 是 抓紧去 停 你就过来吧 知道你在家里憋屈的吗 咱们画面社可好了 不管哪个姐妹收欺负 咱们都不管 对 我 梅 大嫂 我该回家了 我们改日再聊 停 停 她咋了 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来 她 今天你可真漂亮 你让街上的人都看你 初一琴 别缠转 闪开 安安回家 回家可以啊 让我摸摸你胸前这两个字 你干嘛去你 你 初一琴 你要再耍流氓 俺那官府告你 我没耍流氓啊 我只是喜欢你胸前这两个字 你敢写得多好啊 看 做好看 要让我摸放开 你就放开 初一琴 你个流氓啊 你再敢碰头 俺打断你的手 我扛你个小伙爷 你也敢冲老子瞪你 我告诉你啊 你少管闲事 要不然 老子让警察抓你信不信 你少笑唬人 警察局俺们也去过 谢紫月已经道歉了 警察局要是再敢欺负俺呢 俺们就到济南告他 反了 反了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等着 合影 惠哥 你今天真勇敢 你们女人都不怕 按怕啥 咱回家吧 这件事情 你应该实险跟我打个招呼 你们这么做太猛朗了 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 这咋就没有组织纪律性呢 你不是说抗日宣传吗 我们这就是宣传啊 宣传要分部手啊 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这咋就没有组织纪律性呢 你们把这两个字 睡在身上 就等于把自己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 这很危险你知道吗 难道官府还能抓我们不成吗 不是没这个可能 目前国民党政府 不允许公开抗日 一二九大游行的时候 他们就抓了我们好几十个人 他们抓人就抓人 我不怕 为了抗日 我不怕蹲大牢 这不是蹲大牢的事 你好好想想 华边圣那么多姐妹 都指望着你 还有你的父亲 母亲 他们也都离不开你 再说了 我们看着旧王 刚刚开了个头 你要是进了大牢 以后的工作怎么办 那 事情都已经成这样了 你说咋办吧 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走一步看一步吧 不过 这两个字要立刻拆下来 不能再绣在身上了 好 好 我听你的 臭娘们 说不得你了是不是 管门了力了是不是 你说不说 说 谁让你跟那些刮兵女 在一起的 我没跟他们在一起 是他们来找我的 我明明看见你跟他们在一起 我真的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还敢降嘴 我让你降嘴 我让你降嘴 别打了 月琴 我 你 你 你咋 别解释了 你 你 你咋 你咋回事 娘 娘 不知道 这个臭娘们 今天在街上跟那些花边女 说说笑笑的 给咱们储家丢大人了 花边女 咋了 花边女 都是正解人家的女人 你媳妇在家闷得慌 去跟花边女 说几句话 她咋就不行了呢 娘 她出去我不反对 可是那些花边女 都是干啥的 三教九流 啥人都有 他们还吆喝着要抗日 还打日本 就这胸前还秀着抗日两个字 丢人现眼不说 抗日是犯法的 抗日咋犯法了 谁说抗日犯法的 紫渊说的 那警察局的警察都这么说 他们说去年北京学生抗日的时候 官府抓了好几百人哪 官府抓人 官府抓人那是没人心 中国人不抗日 那就不是人 田洋 别哭了 跟娘走 今晚跟娘睡去 走吧 你走了一辈子别回来 回去吧 少爷 你还吃宵夜吗 不吃了 回去吧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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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回来了 画边社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您坐 我给您细说 兰 你不知道 昨天安网街上那么一走 所有人都在看案 那也是羡慕极了 真的吗 好多人都在看这云姐 云姐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都扫死人了 还美呢 这不是你说的吗 你说以后每天上街 你都要带着抗日俩字 行了 小花 别学蛇了 俺脸皮薄 昨天没敢走大街 走到小巷子 你不知道 巷子里的人都看着俺 那眼神真叫人不好意思 有啥不好意思的 没说了 咱们这叫抗日宣传 是打日本 这要不打日本 咱们不就成了那个 啥来着 亡国奴啊 对 亡国奴 咱们怎么能当亡国奴呢 对吧 你烂烂干啥 脏乱的衣服 全少爷来了 没了 没去哪儿了 没家里有事一会儿就来 我没问你 吃作用了 你叫什么名字 俺教授 咋了 你现在马上给我离开花边社 你被开除了 你凭啥开除俺呢 你没这个权利 我是花边社的老板 我有这个权利 你给我立刻离开花边社 你也是老板 俺听梅的 好 我让梅来开除 陈少爷 你回来了 没 我找你有事 啥事啊 到办公室再说 陈少爷 什么事啊 妹 我问你 抗日是怎么回事 你一脸的不高兴就为这事啊 你一脸的不高兴就为这事啊 这事还小吗这事 你们花边社的女人 把抗日秀在自己的身上 闹得满城风雨 这不但有损于我们花边社的声誉 而且这也是违法的 闹不好是要坐牢的 陈少爷你别害怕 我一人做事一人担 要是官府追查下来 你就说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 官府要抓人抓我好了 妹 我不是害怕 我是为你担心 花边社办起来多么不容易 这是我们两个的心血 不能因为抗日把花边社给毁了 可是陈少爷 日本人占了我们的东北和华北 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 我们要是再不抗日 就要亡国了 抗不抗日 那是国家的事 我们平头百姓管不了那么多 国家既然不让我们抗日 那我们就好好地安分手起 办我们的花边社 你这话说得太自私了 多少平头百姓人人致世 他们在长城脚下 在黑土地上 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土 赶走那些日本强盗 他们浴血奋战 撒进了自己的最后一滴鲜血 我们作为他们的同胞 难道连去抗日都不能喊吗 如果这个也犯法了 那么请问这是哪家的法律 这简直就是卖国的法律 你怎么会说这种话 这可是赤色宣传 如果抗日是赤色宣传 那我宁可选择赤色 是不是因为我夫人的事 你对我有成见 故意作戒自己 陈少爷 这和你夫人根本就没有关系 也更不可能作践我自己 我只是在尽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我夫人的事 以后我会向你解释 我刚才早晚是要分开的 我心里只有你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安分守己 过好自己的日子 陈少爷 你和你夫人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我只想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民族面临威王的时候 能挺身而出 而不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这些话只能跟我说 要是在外面 那可是要坐牢的 去年在北平 政府抓了几十个人 都是跟你一样的年轻人 北平的那些人很勇敢 我很羡慕他们 我也是中国人 为了抗日 我不怕坐牢 几天没见你 我几乎不认识你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柳生教你说的 没人教我 是我的良心 让我这么说的 陈少爷 我要去做工了 你等等 那个叫秀的女人 你立刻开除她 今天就让她走 为什么 她慕吴老板对我不敬 我以后不想再看到她 这件事我调查一下 再跟你汇报 不用调查了 你必须开除她 花边社的女工 只要没有违反张承 就不可以随便开除 这是花边社开办之初 我们共同定的规矩 我们共同定的规矩 好 春花 嗯 我跟你说 三步之内 我就能把兰花给僵死 你信不信 你要是僵死她 今晚我请你 今天晚上 你请病了 讨厌 看着 吃 不不不不不不 这不不算啊 这不算 这不算 初音 你不能耍赖呀 才 哼 少爷 啥事 有好事 有好事 初音 啊 居没了 今天晚上 你请客 想美事呗 看个小妖精 快 快来 陈义德 跟印诚 闹翻了 真是 真的 我听警局的人说 他们为了抗日的事情 要查封花边社呢 太好了 警察局一旦封了花边社 咱们再在印诚头上 这么来上一道 那印诚就活不了几天了 还有个好事 三五的钱都涨了 三千大药 真的 这真是天助我爷呀 是啊是啊 行我知道了 去吧 好嘞 让开 让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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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巡长 钱警官 你们找谁啊 小姐 我找的就是你 找我 这是警察局的查封令 你们的花边社 从今天起被查封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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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巡长 我们花边社 都是案犯手挤的女人 你为啥查封我们 私自鼓动民众抗日 扰乱社会治安 违反国家法令 所以查封 我们要求抗日 就是扰乱治安 就犯法了 日本人占了我们东北华北 我们连去抗日都不能喊吧 你们这是哪家的法律 你们这就是日本人的法律 没说的俺赞成 当年打倭寇 全目凭的人都参加了 你们的仙人也在 那你说他们也犯法了吗 就是 俺们祖祖 伯伯都打过倭寇 现在说抗日是犯法的 俺们谁也不答应 是不是 是 俺们谁也不答应 你们凭什么 你们凭什么查封我们花边社 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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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点 这犯不犯法它不是我说的 那是上边说的 你们要解释 就去上边解释吧 谁说犯法 谁就是汉奸 对 谁说犯法 谁就是汉奸 对 谁说犯法 就是汉奸 谁说犯法 先静一静 好 既然你说 是上面人说我们抗日犯法 那你们就请回吧 让上面的人来 查封我们花边社 没消息 我这也是在执行命令 听你这么说 是一定要查封我的花边社了 我也没办法 那好 我不为难你 但是你必须要告诉我们 上面的人是谁说的 说我们抗日犯法 这犯的是哪家的枉法 对 犯的哪家枉法 你跟我们说的 说不出来 这犯法是真的犯法了 对啊 你们怎么放日为人呢 就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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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不出来 就不能跟我们的花边社 说不出来就不能跟我们的花边社 说不出来就不能放 你跟我们的做法呀 好 你们等着 你们的花边社 我车倒要封了 走 这人走了 郑巡长 就这么走了 你不走你留下 驾 咱们这次又把他们斗拜了 就是 按看这警察局也没啥了不起的 他们怕咱 就是 就是 他们不是怕咱们 是他们根本就不占领 不过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大家还是先把胸前的字 都拆下来吧 为啥呀 为啥呀 咱们不抗日了 抗日 咱们要一抗到底 不过 大家还是先把字都拆下来吧 不是咱们怕谁 这是为了保住咱们花边社 以后能更好的抗日 梅 你的意思是 警察还会来查封 他们要再来 咱们还跟他们斗 对 秀嫂 姐妹们 咱们跟这些警察 不能应来 咱那小法子 这打仗不是还要讲究兵法吗 应来是要吃亏的 梅 你这样说完就明白了 那咱以后咋跟他们斗啊 这个我还没想好 这个我还没想好 大家还是先把字拆下来吧 等收工之后 咱们再好好商量 先干活吧 行啊 干活 虽然今天警察撤了 但是 他们不会善罢敢休的 那你说 明天他们会不会 还来查封化边社 查封倒不会 陈一得那儿就痛不过 那 他们会怎么做呢 我也说不好 不过 现在想想 我是真不该给你们讲那些抗制的事 怎么 你是说我坏了你们大事 不是 不是 我不愿意看到你们 远入这么残酷 复杂的斗争中 残酷我不怕 你们北平的学生 也没比我们大几岁啊 为了不当王国奴 你们能做的 我们也一样能做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小顺子 你在这儿干啥呢 没啥 路过 我的有事 我去找你 好好好 这个小顺子是怎么来的 我姐夫介绍来的 你是不是怀疑他 以后咱们得防着点 好 陈少爷 酒过三巡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陈少爷 局长不是啥外人 有啥话你就直说 谢警长 你先出去 是 是 小局长 你先看看这个 哎呀 陈少爷 你干嘛这么破费啊 这不是音票 是省党部的文件 原来你是 是 江局长 这封信的内容 我希望 只有局长你一个人知道 那 那是那是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包括我的老婆孩子 是 花边社的事我是这样想的 你说 你说 花边社不能封 你不常说吗 放长线钓大鱼 花边社后面有大鱼 好 花边社可以不封 不过陈先生 不能让花边社的女人们 再鼓造什么抗日活动啊 否则 我对上面不好交代呀 这个我知道 我也不允许他们抗日 这也是我的责任 我会一个一个的 收拾那些闹事的女人 那就好 那就好 至于那个柳胜 我想了想 你们做得对 暂时不动他 他背后 还有更重要的人物 英雄所见略同 我们一直在盯着他 只要后面的大鱼一露面 我们立刻收网 来 夏局长 祝你成功 不不 是祝我们成功 对对对 祝我们成功 少爷 怎么样 一封信全部搞定 不会露馅吧 省党部那么大的牌子 打死他兴下的也不敢去问 把信收好了 张福 那些闹事的花边女 查得怎么样了 都查清楚了 少爷 您看 哪个女人 不敢卖 这种女人 身子都敢卖 还有啥不敢卖的 好 明天我就杀鸡尽候 喂 今天警察不会来了吧 应该不会了 没事 他们就是来俺们也不怕 对 又没解在 俺们啥也不怕 咱们大伙都把手里的活停一下啊 都停下来了那边 咱们陈少爷有重要的话给大家说 少爷 昨天警察局要查封我们的花边社 这件事情很严重 如果我们的花边社真的叫警察局给封了 不但我们远东和印城会受到重大损失 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会丢掉饭碗 有的人甚至还会去坐牢 为了平息这次事件 我远东拿出了三百大洋送给警察局 当然了 光送钱还是不够的 我又代表花边社 给警察局写了份保证书 第一 保证绝对不再发生此事 第二 对于参与抗日事件的花边旅 要进行严肃处理 为什么要处理啊 就是啊 为什么啊 抗日就要处理啊 抗日有什么错啊 大家先别说了 陈少爷你就别拐弯抹角了 你就直接说昨天的事咋处理吧 对啊 你说怎么处理 当然 不是所有人都要处理 我们的花边社还要办下去吗 但是 我必须要给警察局有个交代 所以有些人必须要离开花边社 否则的话 你们大家都要离开花边社 这些人都要离开花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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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到名字的人 我念到名字的人 马上到办公室 结算工资 然后离开花边社 以后 就不再是花边社的人了 走 秀 云 好 蓝 陈少爷 你别念了 这件事我不同意 梅小姐 你不同意不行啊 这是警察局点了名的 花边社要办下去 这几个人必须离开 你别借题发挥了 警察局要是点名 应该先点我的名 昨天的事就是我带头做的 梅小姐 我说的是真的 说实话 我也不想让他们走 多一个花边女 能多织花边多挣钱 可他们不走 警察局那边过不了关 咱们总得做这个样子 不行 这个样子咱就是不能做 这样会伤了大家的心的 反正花边社的人 一个都不能走 没 你 听我一次好不好 我真的是为了花边社 也是为了你 我不希望你是为了我 姐妹们 大家都干活吧 都别干了 别干了 我让你们都别干了 别干了 你给我滚 滚 你凭啥叫俺鬼 你凭啥骂俺 俺不听你的俺听没的 我是这里的老板 你必须听我的 给我滚 滚 陈少爷 这儿的老板不只是你一个人 还有我 你一个人说了不算 秀萨 我不点头 你不准离开花边社 干活吧 唉 哎 让你们说 Wait 你们不听我的是吧 告诉你们 警察局带来查棚华边社 我不管了 走 花边社我不办了 我看他们走不走 少爷 这花边社您要是不办了 那投进去的五百大洋 可就大水漂了 五百大洋我就是不要了 我也不能受这份窝能气 少爷 您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您办这花边社可是为的是那梅啊 常福 你提醒得好吗 我费尽心思这么干 还不是为了梅 少爷 那这几个花边女怎么办 要不咱们再忍一忍 我陈一德再忍也是有底线的 我就不相信 治不了这些娘们 我一样的女人 我一样的女人 我一样的梦想 我一样的青春 我一样的女人 在风雨飘渺中荡漾 多少泪水多少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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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风雨飘渺 我一样的青春 我一样的青春 在烽火硝烟中穿下 我一样的青春 在风火硝烟中穿下 花一样的梦想 花一样的青春 花一样的梦想 花一样的青春 花一样的女人 花一样的梦想